那我們看到臺股今天呢 果然也看到一些這個咸雲翻身的例子 包括我們看到最近的航運股 這個面板太陽能 在這個低谷徘徊很久之後 今天表現還是很亮眼 雖然目前看起來 臺股有點這個開高走低 虎頭水尾的現象 但是這樣的一個表現 還是給大家留下的多頭的信心 到底今天盤勢怎麼看 我們建議有很多這個現場 這個大家翻身的故事 可以一起來看 那麼首先先來看到這個 最近的這個一連串的最新消息 大家說現在真的是一個臺灣 好多個世界 科技股怎麼會這麼的強呢 科技股是強到令人 這個新聞是形容 這個膽寒 膽戰心驚 因為標普500指數 邁向最佳的漲勢 蘋果這一口氣 一個月漲了18% 那我們看到包括了這個 五大市值這個前面這些股票 也是帶動了這個 三月以來的反攻的走勢 那麼市值已經超過了7兆美金 那麼標普500的市值有20% 再增加將近的25% 科技股強強棍 那麼這個根據統計 過去這個禮拜是史上對這些 Hoyaran 錢滾錢 有錢的人這一波就是越來越有錢 是史上最賺錢的一週 根據統計 截至上禮拜五為止 全球500大富豪的財富 暴增了2090億美金 那你最厲害當然是這個 Amazon的貝佐斯 他一個人就增加了2000億美金 那麼Tesla月股價狂飆 也造成這個CEO Elon Musk 他也增加了1000億美金 那Mark Zuckerberg這個是臉書 在8月期就超過了1000億美金 這數字是不斷的往上增加 史上最賺錢的一週你賺到了嗎 不過另外來看到 感覺在科技股多頭這麼有信心 但是美股上漲 VIX VIX我們知道是恐慌指數 代表大家對這個盤勢還是有點沒有信心 很擔心這巨大的波動 VIX指數也是不斷的攀高 那麼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股市上揚不代表波動性不會提高 事實上操作台股人就很有感覺 波動性其實越來越大 那麼也說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後 市場的波動度會再來升高 這是VIX恐慌指數也在動 另外來看這個在日本任期最久的首相安倍寢辭 這會引發什麼樣的效應呢 那麼這安倍經濟學大家最熟而能知的 就是這個把日本的經濟也這個帶動起來 他走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 好這是在日本的消息 那回頭來看可能很多的ETF 當然這是我們很多台灣很多投資人 擁護著ETF 這一檔要怎麼辦呢 好最近其實節目講的非常多遍 說這樣的一個標的 其實不適合長期持有 但是大家就是買買買 台灣投資人心臟很大顆 原由政惡 那麼目前看起來 這個難逃下市的命運 那麼倒數逃命的交易 有配方嗎 好現在兩個說法 當然是集中市場你可以賣出 或者經由清算把這個錢拿回來 到底怎麼做比較好呢 待會聽聽我們現場來賓的建議 那這一波股市有多熱 最新的這個統計今天出來了 好說不定這裡面有你貢獻的 當沖多熱落 已經貢獻國庫超過了175億 當沖的這個交易現在是險學 佔比已經拉高三成以上 那麼今年前8月 當沖的證交稅突破了175億 全年就上看300億 這是當沖的這個熱度還在繼續 衝衝衝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蘋果 這個GPU是向中了台積 台積電這邊是業界預期的第一款的這個處理器 最快今年第四季就會採用台積電的5奈米製程來量產投片 這是一個今天的科技方面的新聞 那麼另外 這是台灣電路板協會今天公佈這個台商兩岸PCB的產值 上半年已經來到的是兩千九百八十億元 差不多九十九億美金 這跟去年同期相比還是成長百分之三點四 是創下歷年上半年的同期新高 還是很多數字不斷在創新高 特別是在科技股 那目前這個台北股市到底怎麼樣操作呢 我們今天現場也請到三位來賓其實非常特別 今天的安排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台股現在當沖這麼的熱絡 台股在萬三之後進行這個世代交替 不只我們的股票 我們的投資人是不是在世代交替呢 很多人說我們是不是這個時候 有機會靠股票來賺錢 股票這麼熱絡 可不可以FIRE老闆自己也可以財務自由 自己吃自己的呢 先問一下我們今天三位 這個兒少宗的楚河 都是達人 看一下 因為這一波大家都在觀望 我們剛剛看到史上這個最賺銜銜 後亞郎賺這麼多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台股就讓青州以過萬叢山 就可以來衝過萬叢呢 接下來第四季 會很順利的往萬叢走 好 請按一下 2比1 哇 今年是一個 越資深的越緊張 倒也不是說緊張啦 是來到這個地方看不到現象 我們常跟各位談 我個人是基本面的一個信徒 那基本面的一個信徒就是 你要讓我知道 未來的一個訂單在哪邊 那今年來說的話 今年的上半年 真的是跌破大家的一個眼鏡 為什麼呢 今年上半年你說景氣好不好 不好 那到現在還是不好嗎 各位還是不好 最近美國有兩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打兩個問題 一個叫米高梅 一個叫打美航空 我們從米高梅先來說 米高梅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在做電影院的 其實他包括了旅館 包括了在整個賭場 這塊他們的經營也非常非常大 那今年因為美國遇到了疫情 所以他們就大量的紓困 可是紓困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談論到一個議題 你在紓困你不能夠裁員 好那大家不裁員 那紓困金7月31號已經到期了 沒有紓困金了 那沒有紓困金怎麼辦呢 最近米高梅的部分的話 他們要裁員 永久性的裁員要裁員一萬九千人 所以這個世代 克魯曼他就說了 這是一個我們沒有看過的一個世代 這個叫做K型復蘇 什麼叫K型復蘇呢 我們剛看到那個什麼 馬斯克 貝佐斯 每個人的財富都是往上走 讓很多 可是多數的人 什麼叫多數的人呢 巴西這個數字是讓我們覺得很恐怖的 巴西他們的數字是只有一億人 可是接近一千五百萬人 他們目前的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訂單真的還不太明朗 所以我個人對第四季 我是比較保守 那如果說很多人說那一萬三呢 各位先不要想那麼多 11月3號先把它走完 川普能不能夠連任是這一波最重要的 那我目前的判讀是川普不會連任 你要開始佈局左派 政府該佈局的一個個股 最近這些個股一檔一檔都動了 那是哪些個股呢 等一下我們再一一的跟各位來說分明 OK你覺得不會連任 我覺得不會連任 那股市這個壓力就很大了 我們來問一下尚柳哥 尚柳哥是這個 FundManager退休下來的 這個金經理你很了解 那目前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大漲大跌波動很大 籌碼面 法人基本上我們應該是分 主要是分投信跟外資來看 那如果是投信的話 其實投信是順勢操作 所以漲的時候它就買進 然後跌的時候它會賣出 然後其實所以 它變得比較沒有參考性 然後還有投信的買賣的話 它還有那個 申購數回的其他影響性 所以整體的投信買賣的話 我們是其實不太需要參考 但是如果是個股 投信都參考 我說整體 投信整體其實參考性不大 而且投信整體的資金規模 其實也沒你想要那麼大 就大概幾千億而已 但是我們要參考投信的話 我們要參考它個股的買賣 因為投信個股買賣是會參考基本面 所以你跟投信買在同一檔個股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投信在你這一檔個股的買賣 但是以整體的資金角度來看 我們其實不太需要參考投信的買賣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 外資已經佔台股很大的一個分量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最重要影響性其實是外資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以我的看法 然後最近其實主要就是 外資其實8月整體其實是賣多於買 那我們如果看這張表的話 其實8月其實是賣多於買 然後7月是買多於賣 所以我們直接看台積電比較準 你看台積電大概在7月底的時候 之前都還是買超比較多 但是7月它就是開始 第一個財報跟法說公告完 然後再來就是Intel那個大利多 那又連續兩根漲停 其實結果那個時候外資其實已經開始在賣 那你就會發現台股就有點漲不動 甚至台積電這麼大利多的情況 就還是漲不動 然後我自己統計的數字 就是這一個月以來 全球指數VT 我去算VT 全球指數用台幣計價的話 其實已經漲6%多了 台股這一個月是0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週全球漲6% 台股這個月 這個月漲6%台股0 因為我們在盤整嘛 所以因為主要 就台積電 也很好理解 就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盤整台股就盤整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台積電 相對於其他美國科技股那個評價 其實是相當有吸引力 我以往都大概都會拿 MP最大的蘋果跟台股最大的台積電 以往我記得台積電大概13倍 本利比的時候 美國蘋果也是13倍 然後台積電比如說現在 台積電之前一兩年 台積電17倍本利比 比每股蘋果也差不多17倍 當然這兩個產業不一樣 所以但是這個評價 我算起來 是差不多差不多 可以用這個PER來理解 但是現在 蘋果本利比已經超過要35倍了 台積電獲利比蘋果好不少 反而只有20倍 所以假設我想說全世界的科技股 都漲成那麼誇張的情況 台積電真的是相對委屈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其實還有空間 台積電有空間 台股就有空間 然後因為全球指數是超漲台股的嘛 所以我覺得在短期間來看 台股其實是相對有機會 就是台股這一段 短期我們還落後 落後 所以說落後的話 如果even全球指數再回檔5% 那我們也不用動啊 因為我們就 反正我們就落後5%嘛 當然啦 落後5%大家怕死啊 不用怕喔 算了今天給大家租屋信心 通常喔 沒有漲的東西它就不太會跌 有超漲的東西它就有可能超跌 我有時候會做到這種 不同市場這種差異來去判斷 所以你剛剛是按對嘛對不對 你按缺嘛 你覺得會繼續上去 當然我還是有個先決條件 美股不能在這時候反轉 因為11月是美國的選舉啊 對 他剛剛都說川普他絕會輸 那個我最近看一個數字還滿有趣的 就是拜登的數字在往下掉 川普數字 往上 可能搞不好再一個禮拜就交叉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好像川普的機率還是很高 而且川普的支持者是很多是不會承認 他要支持川普了 所以他有隱性的支持者 所以你再把它加上去 我覺得川普現在勝率又不低了喔 OK 當然這個還是選舉是個變數 而且最近美股會那麼強 有一點是科技股財報真的太好了 但是財報也要告一段落嘛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美股不回檔的情況 台股有機會走補漲行情 下次我們來專家開一個局啦 大家來試調化壓來賭一下 空總你年紀最輕你剛剛是看好的 對我是覺得蠻有機會的 因為三世紀是所謂電子的旺季嘛 那我個人看的比較簡單啦 是直接從大阪技術面去看 那我是看季線的位置 季線的位置我覺得說 它只要不破 季線的位置在12220 它只要不破的話 我個人還是會持續去做多 那當然還是會做好自己的資金的控管 那高點 今年高點在13031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其實也離不遠了 那我覺得震盪震一震 可能就真的是上去了 對 OK 震盪就上去了 OK